大家好 我們開始 Sorry 因為我今天要聖裝打扮 所以我遲了 現在答義才開始 不好意思 你看到我化了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我想我自己擺酒 都不會化到這樣 非常聖裝打扮 因為要和全香港人一起 慶祝一個特別的人子 我現在先分享生同感受 我們一起 孩子,為什麼要咬我的褲子呢? Hello,Eric 你好 你不是要看煙花嗎? 煙花在這裡 看不看見煙花嗎? 小朋友 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好了 我們今天要展現紅色水晶 紅色水晶 Hello,Anthony 我們有紅蜜A 還有紅蜜B 其實還有紅蜜C 紅蜜C 應該在上面睡覺 先拿著兩條 還有其他紅色的 很喜慶的顏色 還有超7系列 這是金草莓 我們Eric哥哥最喜歡的金草莓 是啊,你都發生過全摘了 這條是金草莓 大家留意一下 大波波 我很喜歡圓圓圓的東西 我整個燈都圓圓圓的 大家看看 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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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再看看下一批 充滿喜慶的水晶配色 不知以為我在做水晶直播 哎呀,你說得對 是啊,那妝是故意的 我不是說 即使結婚也應該 擺酒也不會花得很厲害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還有兩條燒出 兩條有少許不同的 大家好 都充滿喜慶的味道 很有氣氛 還有還有 這個就是紅色的碧錫 大家看到嗎? 紅色的 顏色方面 可能會讓燈光更清晰 紅碧錫 沒錯 這個就是紅碧錫 非常之好 OK,好 再看看 咦? 之前不是說過粉紅碧錫 這一條就是粉紅碧錫 OK 看到嗎? OK 好了,現在戴水晶的時候到了 戴水晶之餘 我們都說一個成語動畫 好嗎? 這個成語動畫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我都在Facebook看到的 不是我寫的 我沒有這麼好的文采 就是 一個人出事 令我一個人開心 叫做 沒有同情心 一個人出事 百萬人開心 叫做 大化人心 是的 OK 但是 我又收到一點 未Fact Check的資訊 這個未Fact Check的資訊 是什麼呢? 說 嗯 未Fact Check 強調未Fact Check OK 是嗎?很囂張嗎? 真的很囂張嗎? 很囂張 我們再看一次囂張 紅碧錫 也是囂張的 為什麼你不覺得 金草妹囂張一點呢? 感覺這麼大粒 OK 我們繼續回來 不要哭 有水晶陪我做節目 真的靈寫 心情靈寫 好 OK 好 未Fact Check的消息 其實就是在 連燈上面 我相信 你看到我頭現在 那個 黑暗光的程度 OK 但是這樣 你會比較看到法質 所以我叫你們 用我的洗頭巾 你看到嗎? 我不是特意打燈 如果你們用射燈 會更明顯一點 這些 天使光環 大家好 我先把臉上 OK 好 未Fact Check的消息 就在這個連燈上面 就說 消息指 今天那位 捐了區的那位 愛國女嬰痴 打完強國際的疫苗之後 就出現病發症身亡 OK 這個是小道消息 這位 這位仁興 就說 他的名字 在連燈上面 叫做 轟礁洞洞 幸好是讀得出街 不是那些 不說得出街 不要問我 怎知道 只好說 我認識他家裡某人 他說 中聯X 有找一群 藍營KOL來打 怎知道第一批就出事 現在要spin去 他有沒有肺 什麼叫spin呢 spin就是 將媒體的角度 將那件事 扭轉那個角度 我們記者會叫做扭point 扭一扭它 就明明是這樣 但是將它轉了方式去表達 不是打疫苗出事 就是中了武肺 我也看到 在蘋果上面 就有個新聞 就是說他奶奶 就昨天跟他通電話 我照讀給大家聽 好嗎 就是蘋果道 李詩姻奶奶的 安蔭村遇所了解 李詩姻奶奶 似乎對 媳婦離世一事 就不知情 坦然 就李詩姻 在兩三日前 已經中了招和發燒 但是沒有出現氣速等症狀 接下來那個就是重點 昨天還通過電話 精神都不錯 說話很小聲 沒有以前那麼好氣 先不要理會 因為有沒有fact check 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可以說 講一講疫苗的部分 就是 其實現在有很多 Hello Joelle 我們現在有很多疫苗 西方國家有四款 就是有Visor 接著有Moderna 接著有牛津 還有另外一個 我說不出的名字 有人知道 立刻提醒我 拜託 另外就是國產疫苗 現在國產疫苗 好像沒有什麼數據公佈出來 西方的疫苗 就是Visor Visor 很出名 這間藥廠 應該是全球最大的藥廠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例如降血壓藥 降膽固醇藥 包括男士的恩脈 叫韋哥 都是他們出產的 他們的疫苗 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70度 運送方面 的確會有些困難 現在西方出了一些帖子 在Facebook上笑 就說 From Bonar to Corona We've got you covered 那是什麼意思呢 Bonar 即是男性的生理反應 直到CORONA 即是冠狀病毒 我們都和你一手全包 那就是 拿輝瑞來笑 但是不要理 有這麼多疫苗 在西方國家 自由民主國家 他們就 資訊流通 那他們可能會比較 可以接觸到 我們叫做 全面公正 Fact check過的資訊 但是呢 現在有些困難 在香港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我們有沒有辦法 真的可以把 國產疫苗 和西方國家的疫苗 美加的 包括現在說 甚至俄羅斯也有出疫苗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Apple to apple 的比例 給大家 對照 讓大家選擇呢 我們聽過 林鄭遲無所說 就是 不會一來 就可以讓大家選擇 你只選擇 可以打和不打 首先 你只是高危群組 比如前線醫護 或者是老人家 住在安老院社的 院友 就可以優先接種 但是你未必會知道 你接種的是什麼 疫苗 因為其實你可以留意到 不同的疫苗 它所謂的成功率 那個防疫率 都是有差別的 所以 是否真的全部都一樣 這是第一件事 第一個要想的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 研發這個疫苗的時候 它是用 第幾株的 武漢肺炎的病毒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是會有變種的 當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如果這裡 我們有很多 臥虎藏王的聽眾 如果你們知道 其實是否和這個有關 就是它用第幾株的病毒 去作為研發對象 會不會影響之後的疫苗 針對病毒變種之後的適應力 和防禦力 舉例 如果我們現在說 現在面世的病毒 其實它是第一代的病毒株 或者第二代的病毒株 那會不會其實呢 它對現在所謂第四代 或者接下來的第五、六代 就未必產生到作用呢 這個我就真的不肯定 所以如果有聽眾朋友知道的 就請不律次教 還有譬如 我當現在的疫苗 打了之後 它是真的有防禦感染的力量 因為我們也見過 有些97% 有些95% 有些90% 有些90% 總之每個都有些不同的 但是 就算我當它是第一代的病毒株 第二代的病毒株也好 原來你說不是的 只要打了 其實都已經可以了 但我又想知道 其實它可以掩蓋到的 那個時期有多久 是終生有效 還是其實都不是的 視乎它那個病毒的變化 和它的變種 它會不會說 孫悟空的樣子 72變之後 其實已經和本身的樣子很不同了 所以都未必真的可以防禦到 還是怎樣 現在其實 對不起 那個東西是那個燈 現在有鏡頭 其實我想知道 我想我們大家都想知道 因為始終針是打到我們 是我們的命 我們當然會關心這件事 其實現在 除了剛才所說的那幾件事 第一是不同的疫苗 Apple to apple的比例 第二是 研發疫苗的時候 它在用哪一款的病毒株 作為研發對象 第三是 是否其實一個疫苗能夠 掩蓋到所有的病毒株 現在已經面世了 第四是 疫苗打之後 對未來的病毒株的變種 是否都有防禦力 第五是 打了之後 那個防禦力的有效時期 有多久 OK 你知道 最近 香港的一年 發生了很多事 包括一個 就是 成立了 通過了國安法 我相信以前 相對沒有那麼高壓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有一些新聞媒體 例如有線的刺針 它是會拿出不同的數據出來 因為西方藥廠那些 它是必須要公開的 例如它要給FDA 或者不同的 它自己所屬國家的 衛生檢疫部門去做那個批文 它才可以出外出 但是 因為你有牽涉到國產疫苗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公佈裡面的資訊 或者你 很有方法 就能夠得到裡面一些內部的資訊 或者參與過打疫苗的人 的現身說法 那到時 會不會構成 是危害國家安全呢 譬如他們認為這是國家機密 是國家的資產 是的 那你把所有的資產 就是影響到國家安全 那這個就是大家 有機會未必得到一個 很公平公正透明公開 所謂Apple to Apple的疫苗 所以我覺得 在疫苗上我就是想說這部分 我會喝一口 然後我會再開一開 我收到一份 應該是輝瑞藥廠的 那個 那個 叫什麼 輝瑞藥廠的 那個 裡面那個同意書 OK 那你說 你有沒有fact check過的 老老實實 我就收到的 那樣子 就好像真的 她的樣子 但我不敢保證 這份東西一定是真的 因為始終 我不是輝瑞藥做 我不是疫苗的 那個 那個 志願者 Hello Hello Hey girl 我不是志願者 曾經 被輝瑞的工作人員 給我那份同意書 給我去簽 OK 我也不是起草 那個人 所以我只能夠說 但我不能夠說 這份東西一定是真的 所以 fact check 那件事 就只能夠說 還未fact check OK 好嗎 先喝一口 說得比較急 知情權當然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第四權要存在 為什麼傳媒這麼重要 為什麼我們不希望傳媒被滅精 為什麼不希望一個獨裁政權 去操控所有事情 上次住食都捱不到半天 身體其差 你說的是今天 壯烈犧牲的那位 愛國女英姓 是的 提一提 我先喝一口 明天我就會開那份 跟大家說 有一點恐怖的 它的樣子相當真實 這個就是page 132 我收到的 我想讀少少給大家聽 知道這個疫苗所謂有機會出現的副作用 10.4 Appendix 4 就按page 132 就是contraceptive guidance 什麼意思呢 就是避孕指南 10.4.1 就是男性參與者的生育條件 限制 就是male participant reproductive inclusion criteria 我先讀英文 之後我們再把它譯成中文 可能我也不太好 大家幫忙 好嗎 male participants a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就是男性的參與者 可以參與的 就是這個疫苗的試打 但是他們需要同意什麼呢 If the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必須同意以下的條件 就是during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and for at least 28 days after the last dose of study intervention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time needed to eliminate reproductive safety risk of the study interventions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男性的參與者 如果你們想打疫苗 是可以的 不過你們必須同意以下這些條款 首先就是在注射期間 因為不只打一針 它其實是打兩針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就是整個期間 以及打完第二針 它其實是最後一針 就是最後一針 那麼我們假設是第二針 之後起碼28天 OK 那就是需要 第一就是不可以捐精 OK 加上就是不要發生性行為 就是be abstinent 就是禁辱 OK from heterosexual 就是和異性 OK heterosexual intercourse 因為你異性才可以產生到BB OK with a female of childbearing potential 就是說 如果你要參與的話 就是打針期間 和打完最後一針 28天 起碼28天 OK 那就是不可以去捐精 和不可以 就和一個 叫做 因生育年齡的女性 發生性行為 是的 這樣 這個就必須要同意 這樣 或者 你必須要同意 就用一個 遮瑕膏 這樣 那 如果你是有機會 你會令自己的精液 傳遞到另一個人身上 這裡你留意 就沒有說性別的 他沒有說是女性 但總之是 another person OK 英文就是 must agree to use a male condom when engaging in any activity that allows for passage of ejaculate to another person 即是 精液 傳遞到另一個人 其實 不論是男女 因為你看到他沒有 specify 到底是男還是女 上面很清楚 是haterosexual with a female of childbearing potential 如果那個是一個 六十幾歲的長者 那就未必有問題 但如果他是三十幾歲 還生了一個嬰兒 還生了一個嬰兒 那就不可以 還有 未完 In addition to male condom use 除了男性 要用這個 condom之外 A highly effective method of contraception may be considered in WOCBP partners of male participants 即是除了用保險套 即安全套 還有一個非常有效的避孕方式 是需要你們去考慮的 OK 女性都有相對應的避孕措施 OK 同樣都是說 打完最後一針之後 28天都不能夠 有一個有機會懷孕的性行為 OK 你看到這個 這一個就是 有人就sum it up 簡單說 OK 就是page 132 of Pfizer 這個就是菲水的疫苗的同意書 它就說 Basically says No unprotected sex up to 28 days after second dose due to reproductive safety risk This is for males and females bath birth defects due to genetic manipulation 這個是個人意見來的 OK 我們不能夠說 這個一定是真 或者怎麼樣 但是我們邏輯推斷就是 為什麼不論男女 OK 都要這麼小心 在避孕方面 這個作者就認為 是因為對於疫苗受注謝者 他接受疫苗的人士 是會令到他的基因出現一些變異的 就會影響到胎兒的健康 他就說28天之後 如果我假設是一個月打一針 又或者是隔三個月打一針的話 其實可能你是整個期間 四個月都要很安全 不能夠有任何的意外 否則搞出人命 有些人都很開心 有小朋友來 但是有機會 這個胎兒是會有這個birth defects 就是K胎、K型 大家都聽過不同的傳聞 關於這個病毒 就是基因展輯 你說是否胸穴內蜂呢 我覺得未必是 因為大家都記得去年那位人士 叫賀建輝 就在香港大學 發佈他的基因展輯的研究成果 後來就被高調地 把他在高台上 扔回他 說他做的事是不道德的 但是他當初發表的時候 可以在香港大學的台上 是拿人類胚胎 人類的基因去做整輯 所以你說 這個東西是否完全的胸穴內蜂 我覺得未必是 接下來的戰爭 都已經不少人推斷 其實會是往生化武器的方向發展 因為核武當然是 現在大部分國家都 可能持有 擁有有幾些大國 但是核武是真的擺在那裡 因為沒有人會想按那個按鈕 令到生靈淘灘 而且你能按那個按鈕 其實都基本上完結了 但是生化武器 我們這樣想 有一點陰謀論的成分 但是如果某一個國家 某一個政權 他能夠生產一種病毒 製造一種病 而他是有解決方案的 就是他有一個解藥的 或者是他有預防劑的 給那個國家裡面的 最高掌權單位 管理層 好像公司那樣管理層 簡單來說 就是那個國家的領導層 能夠免疫 而這種病毒 散播開的時候 其實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例如解決到人口過剩 解決到低端人口 解決到很多他們不想面對的問題 還有 除了解決自己內部之外 就像清瘀血一樣 或者一間公司是受想裁員 但是可以令那個裁員 看起來像是一個自然現象 與其是說 我給一封信封你 就叫你走 還要賠錢 但是現在是 我令到你自己不想留在這裏 這樣就可以省錢 好了 原來陰謀論地想 其實如果有一個 這麼方便的病毒 可防可控的 管理層是不會有事的 國家的掌權機構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佛家所說的方便法門論 而如果這個病毒 這場瘟疫 不只是影響到自己國家 而是可以將它導引到其他地方的話 其實如果我可以控制到 而你們控制不到 那是不是我有優勢 就是我能夠更加迅速去發展 我想發展的東西 while 你們後懶著火 然後你現在撲火都撲不及 你根本就已經 所有東西都拖慢了 是不是 這個其實是一種陰謀論的說法 裡面有多少的實相 多少的真實性 我沒有辦法說 我不知道 只不過是這個說法是有人在說的 也值得大家思考 那你說 好吧 我當我相信這個陰謀論 但是我既然不是 我爸爸又不是李剛 又不是國家領導人級 那我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 疫苗我又不敢打 那做些什麼呢 其實 真的這段時間 我知道我是很消極的 但是真的是自求多福 香港人 我也認識不少 港女是不甘寂寞的 她不可以不出街的 你看到10月31日 都還在搞家庭聚會 不是家庭聚會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種叫做什麼 叫做僑倖心理 就是覺得我不會中 韓非子說的僑倖心理 如果你想像一下 大家都在一個河裡面 淘金沙 但是 那個典故大概是這樣 就是 你去問那個人 喂 捉到死刑的 這樣 他說 不是一定捉到的 捉不到我就會發達 那就是那種僑倖心理 就是你覺得 不會是自己 不會是自己 不會是身邊的朋友 不會是身邊的家人 不會是身邊的家人 但是 現在 譬如我在店裡也好 或者我回家也好 你們如果上來 你會發覺 我在這裡是不量體溫的 不是因為我不捨得買 體溫的東西 是因為 沒有症狀感染者 大有人在 OK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我是做到 我覺得是滴水不流的 就是 我請大家把這雙鞋 除了放在外面 OK 如果你在街上 踩到也好 你不會帶進來 我的牆裡面 而我的牆 本身已經噴了 那些醫院級別的 防毒 的塗層 第三 就是你進來之後 我們是要拿刺綠酸藍 刺綠酸藍 就是鹽加水 電解了 但是 三樣對 武漢肺炎病毒有效的 上一集都說過 就是 酒精 70度以上 然後 漂白水 第三就是 刺綠酸藍 但是酒精不可以噴全身 所以我們就用刺綠酸藍 所以我們就用刺綠酸藍 提一提大家 有機會會 有機會會 令人的衣服有些白色 好像白色的粉末 你會發現我們整個牆都是這樣 我們全場的產品都好像有一層白色 可能我以為是這個髒的塵 其實不是塵 是因為我們不斷地噴 那些東西有人碰過就噴 有人碰過就噴 它就是那層 就是那個刺綠酸藍 所以看上去就覺得很噁心 很大層 其實是一個保護 另外就是 我們每天下班 我們都會開一個 UVC加臭氧 即是紫外光燈加臭氧 那個紫外光燈加臭氧 很多品牌都有 菲利浦那些品牌都有 其實它就是令到我們的細胞 細胞迫會有破損 OK 這樣就令到病毒死亡 但是 你不可以照顧自己 不可以照顧毛毛 因為它不只是破壞病毒 也會破壞人類動物的細胞 所以只有在你出門 譬如我們離開公司的時候 我和同事都很緊張 就是開了一盞燈之後 我們就會衝出門口 因為為什麼呢 它會有聲音 嘟嘟嘟嘟嘟 這樣就令到你立即離開 那些大牌子 像菲利浦那些 它就是會有感應器 即是 如果有人進來 或者有動物走過 它會立即關掉 OK 大家可以考慮買一個這些 你家裡不同的位置 買一部就可以了 這裡照完 可能十五、二十分鐘 就去廁所照一下 周圍照一下 OK 家裡就不要相信用醋的方法 中世紀對那時候的黑死病 是有用的 但是今時今日 是不是對這個武漢肺炎病毒有用呢 沒有數據支持這件事 你不會用酒精拖屋 你唯有用漂白水 漂白水 我看過的資料就是 它未必是一比九十九有效 可能是一比四十九 例如我當地拖水是一千米 一共性一千米 你裡面就是放 我們當是五十 是吧? 按摩計作數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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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情況就是 每個人進來 店裡 包括我回家 我姐姐回家 一樣 我要假設 你身上 我身上 就已經帶有病毒 不要以為戴口罩就沒事 你看回這麼多日的新聞 這麼多日的新聞上面 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病發期間 哪個哪個編號的患者 確診者 他期間上班都有戴口罩 他出門口有戴口罩 他回來有戴口罩 他全程都有戴口罩 但是不是就代表他沒有傳染力呢? 你要留意這件事 那些人是很喜歡戴口罩 接著去摸口罩 接著去擦眼 OK? 你只要離開了你家 外面就是 Danger Zone Red Zone OK? 你家是Green Zone 如果我幫你家 剛剛整間都拖完 譬如白水 你家是Green Zone Safe Zone 但你一走出門口 已經不是 所以為何做全民檢測 是極度愚蠢 因為我驗那一刻 我真的沒有 但是呢 我離開了 我一按升降機 我已經可以有了 因為我按升降機的時候 我碰到那個按鈕 它上面如果有那個病毒 我不是馬上洗手 我不是馬上用初手液的話 我轉頭 我出眼 我吃東西 我拿電話 它已經不斷地 周圍散播 我去了不同的地方 如果戴口罩 是真的可以完全倒絕 和防止的話 我們每天 不會有這麼多個個案 當然 僑倖心理 剛才所說的 跳舞群組 或者其他人 他們的確有這個想法 那是不是自私 當然是自私 因為他顧著自己的享樂 他的享受 他就 脫口罩 不管 而為什麼 會這麼嚴重 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就是 媽媽是老母 因為跳舞那幫人 未必是認識的 只不過可能有一個 舞會 有一個聚會 大家就 扮得很漂亮 然後就去增驗 忘記中文 什麼 大家就去鬥漂亮 然後就 穿著一隻鳥 去Have a good time 但其實大家未必認識對方 追蹤就相當之難 還有 當然 那些專家也有說 其實都相信他們 其實是有門騙 沒有完全 Forthcoming 很坦白去說自己 去過什麼地方 所以 這一波是特別困難的 而這一波其實 困難的地方 除了 它的覆蓋面已經很廣 還有 第二件事 就是現在有 回港義 回港義 是我明白的 他們在北邊 這樣 鎖了一段長時間 他要下來 這是人之常情 他們是有做核酸測試的 聽聞 但是 大家對於北邊 所生產的核酸測試的 信心有多高呢 我們都看過 譬如丹麥 荷蘭 不同國家 都說 好像他們的試劑 準成度 可能只有一半 或者可能只三成 所以 會不會在這個當中 有流亡之餘呢 因為測試未必那麼準確 另一邊想就是 測試了 我當那個測試是準確 但大家不要忘記 是有這個 叫做假陽性 假陰性 假陽不重要 你把他進去 檢查幾次 但假陰性 假陰性 他就當你陰性 不再檢查第二次 又或者第二次還是假陰性 大家都有這些例子 其實他 開假陰性幾次 然後 之後 不知隔了多久才確診 而每一個潛伏時間都不同 所以 你不能夠 打安止意 覺得 他們有核酸測試 就是穩陰了 增嚴斗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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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輕易 忘記了 甚麼都忘記了 腦袋已經裝不了 這個就是 下一個題目 就是頂輪 頂輪 塞了 那我就喝一口 大家留言給我 好嗎 還有 大家中文很好 大家如果有聽上一集節目 或者接下來 你們真的想幫忙一下我 因為我又要做病 做食物 然後又要幫客人做清理 我永遠都不知道為甚麼 可能太陽輪主導的我 是會這樣 太陽輪主導的人 是停不下來的 那麼 我們有檢查過一些 屋是太陽輪 屋也有輪位的 而且地球也有墨輪 那麼 我個人是太陽輪 或者如果你的屋子是太陽輪 裡面的人都會停不下來 即是會不斷做事 不斷走下來 不斷走下來 Maggie 用甚麼抹走病毒 木地板也是用漂白水開 那麼 1比49 我自己剛才說錯了 我就說是50 但是我們這裏有位高人 真的是高的 那他呢 咦 去了哪裏呢 Alan Alan 咦 我不用這個方法看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 會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我這邊看 他會沒有了很多留言 我要關掉他再試一下 對 這些留言是不更新的 怎樣 技術白癡就是技術白癡 沒有騙人 這個是真的 對 我今晚化了一個很行的妝 你看到嗎 對 那 就 咦 真的沒有了 OK 20 20 謝謝 20mL 20mL into 1000mL 那就是1比49 好 謝謝 不懂得計算的 好 好 那就喝一口 大家我們聊聊天 好嗎 下一個題目 我想說關於麥倫 也是說可能20分鐘 然後我們就叫 Rosie 你好 你好 Rosie 好 繼續 回來了 突然之間 這個話風一轉 我們就開始說麥倫 因為 麥倫很多人可能走上來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我們有部機器 機器可以檢查麥倫 機器檢查怎樣檢查呢 它是測量的 Bio Photons 就是活性的光粒子 或者是生物的光粒子 因為其實你的人 有電磁波 有光 很簡單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說 那個人氣場很厲害 那些 其實是一個 都是科學的解釋 你明白嗎 只不過你是沒有儀 是去 measure 你以為沒有 其實是有的 OK 那個叫做 Curlian Photography 有一樣東西 真的可以照到 有生命的東西 你有生命 你就會有電磁波 你就會有氣場 而我們 因為 有生命 我們的腦 我們的心臟 其實有很強的電 尤其是心 心 心比腦 所以我們是有 很微弱的光 這個微弱的光 就用那部機器 你把手上去 它就會計 散發出來的 那些光粒子 不同光的比例 我們平時看到 彩虹不是七種顏色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那七種顏色 其實就是 墨倫 你會看到七種顏色 因為你有七個墨倫 我知道 有些人很喜歡 問我 那哪個墨倫最重要 其實答案很簡單 就是 心臟很重要 但你可否沒有了腎 又或者說 胃很重要 要消化 要怎麼吃東西 但是沒有了肝 所以不行 五大臟腐 缺一不可 我們現在說的是 七大墨倫 缺一不可 我們說七個墨倫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脊椎 我今天很認真說墨倫 我請你們聽 拜託 七個墨倫 沿著脊椎 在不同位置 他做的事 其實他就是一個硬碟 這個硬碟 他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 他一直從小到大發生的事 他一直有紀錄 但是什麼東西都存在 有未必 其實是你發生了一些事 它有影響 如何理解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今時今日 說回那件陳年往事 說出來 你還有所謂的 猶猶如貴 想起都還會害怕 有那種心悶的感覺 或者還會不開心 英文的感覺就是 有emotional charge 那件事發生了很久以前的了 我經常說二戰救兵的故事 你看看那些 documentary 他們回想回 但是都會 努力橫抽 但是你又發覺 可能你說回 某一個前度 你發覺你已經沒有感受 但是你可能說另外一個前度 你就是 聽到的名字都不行 你完全不想說 因為 你會有一個 心 不舒服 難過的感覺 OK 那為什麼呢 是不是一定跟 那件事發生的 遠近有關呢 不是 OK 如果那件事 你說的時候 你還是有那個 狗 那個感覺 或者我們俗語叫狗結的話 其實就是那件事 那個創傷事件 它的能量印記 是沒有清理 一直還在你的脈輪那裡 所以當你回憶到那件事的時候 你的脈輪就會立即有反應 OK 令到你有反應 那這件事 我知道有些科學人 或者是底能人 就很難理解 那我給一個 我常用的比喻 就是譬如 現在呢 你當我有拍拖 其實沒有的 但是 你當我的男朋友 突然之間跟我分手 但是 我晨天霹靂 我很愛他的 為什麼突然之間跟我分手 然後 我很不開心 對 那我很不開心 我很難過 哇 我的心臟是拿著痛 吐的 OK 然後這個時候 我真的覺得不舒服 拿著痛 吐 心如刀割 心碎 然後我去看心臟專科醫生 Cardiologist 他幫我照這個心電筒 嗯 你沒事的 你這樣 這個心電筒正常 明白嗎 其實因為它不是同一個系統來的 醫生看的是 我們叫做 Anatomy and Physiology 即是 解剖到的那個部分 OK 但是呢 我們說的能量系統 不是解剖的 它不是在物理層面的 它是能量系統 那能量系統 即是麥倫 經絡 月位 和身體機能 有什麼關係呢 它們兩個貌似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有少少科學背景 你已經聽過了 這句說話肯定 就是 Energy creates matter OK 能量構成物質 我之前也有說過 你現在看到我是一個實體嗎 我看到你的實體嗎 其實是一個幻象 大家其實只不過是一堆 震動的粒子 但是這就是佛家所說的虛妄 這不是一個實相 但是你看到是這樣 現在看到是這樣 你可以說是一個業障 這個有點心 我們留在講佛學那天才說 但是 既然大家都是震動的粒子 粒子它的顏色不同 它的光譜不同 它的波長不同 就是我們說麥倫的能量不同 OK 好了 我怎麼知道我哪個麥倫塞不塞呢 其實如果你本身是 Awareness是夠的話 你是會感覺到的 你感覺到哪個麥倫塞 哪個麥倫不妥的 然後你甚至可以自己做到清理 但是這些做到的人不多 譬如我是不會需要幫布甸做 除非他開聲 說喂 姐幫我清理 是的 那我就說OK 行行行行 如果我有不妥的時候 我都會叫他幫我做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 都有能力去處理這件事 對了 Alan說了非常好 質能互變 還有這個光譜怎麼說呢 我又免得說很複雜 Anyway 下一集再說 其實那個observation 會令到它的本質變異 那樣東西 就是它本來都在流動著 然後 但是你一看著它 就馬上變了 就像貓一樣 Anyway 那一刻不說著 因為那裡有點深 OK 那我們回到頭 先說麥倫 好了 麥倫為什麼一定會塞 因為你發生過太多創傷事件 亦都你從來沒有清理過 所以你的麥倫是一定會塞的 你塞了這麼多年 你已經忘記了 不塞是什麼滋味 其實 小孩子 你不信且不要緊的 你試一下 一個十歲八歲 七八九歲的小孩子上來 OK 一把手上去 一檢查你 哇 全部都是七八九十分 甚至一百分的麥倫 為什麼 因為乾淨 OK 為什麼你檢查出來 只有二十三十甚至十四十 就是總之不過五十 全部都 為什麼麥倫分數這麼低 其實那個分數 讓你知道的就是 你的能量散布 是相當之弱 為什麼會這麼弱 因為你的麥倫很濕 OK 其實你很簡單 去理解一個數字是什麼 就是等於 你的iPhone 裡面的所謂的Disk Space 即iCloud 經常彈出來 叫你要upgrade storage 就是那個東西 那你想想想一下 你那一部 你和我那一部 大家都用了這麼多年 是說iPhone 1 裡面有三萬張照片 還有五百條片 沒有位置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二十三十四十 其實是指定給你聽 你現在還有多少 remaining disc space 即你的磁碟還有多少空間 OK However 它是不能告訴你 你那個麥倫現在 它有沒有種到Virus 這個時候 譬如你說 我的電腦 我開了一個PC之後 我可以看到 我有多少Disk Space 但你未必知道 你的電腦中了什麼Virus 那你就所以會裝 Anti-Virus 然後你Run一次 就會跟你說 你中了什麼文化程式 那些什麼 那一個就是交給我 就不是交給這部機 我會負責看你有多少個黑暗麥倫 即是中了Virus的Hark Disc OK 那不同的麥倫 中了Virus 即是黑暗了 它有不同的體現 譬如底輪的黑暗 就會怎樣呢 就會是很害怕 充滿恐懼 恐懼 例如它的副產品是什麼 焦慮不安 沒有安全感 OK 如果有些人 它是有焦慮症的 值得看看 它的底輪 是不是黑暗麵 清理了它 底輪是特別難搞的 因為為什麼 底輪 我們說的是七歲之前 前到幾前 之前也有說過 前到我們祖先的幾代 即是講的epigenetics 甚至講的我們自己的過去生世的創傷 都是在底輪那裡的 底輪就是恐懼 怕 而你怕 什麼會令你怕 本能上的怕是什麼 就是生存 生存 生存的恐懼 即是很害怕找不到食 很害怕不能上班 很害怕被人炒 很害怕補不到工作 哎呀 山竹都要上班 我很害怕上班 是的 因為生存 對他們來說 是所有的 底輪主導的人 是不靈性的 你不要跟他們說 什麼宗教 什麼靈性 說麥倫 說風水 占卜 什麼都不要跟他們說 因為他們完全接受不了 因為他們只能夠 看到物質的東西 先作準 先作實 OK 總之 你可以留意到一個人 譬如 你沒有找過我查過 但你可以嘗試去理解 你看原來那個人 是很物質的 即是 我們經常笑別人 說豬 即是吃飯 或吃飯 或吃飯 那些人 接著 很注重自己 穿什麼衣服 駕駛 駕駛 買樓 車位 全部都是很細族層面 因為是生存 這些 你明不明白 對他們來說是什麼 什麼樓 什麼車 什麼錶 什麼衣服 其實是資源 資源 就是生存 你明不明白 所以 底輪的人 他的能量 沒有辦法通到頂輪 但其實是要上去的 但很難上去的 因為太密質 他人很重 很底輪的人 亦都是我們說的 地元素 就會怎樣 很密質 所以你不要想著 我是我太太 我想去跟我老公 講解什麼叫墨輪 希望聽聽聽聽 耳如目染 是沒有這件事的 除非直到有一天 他的底輪 不是黑暗面 他的底輪 是光明面 還要去高分 清理之餘 還要補充能量 這樣 他的能量 可以旅行到的時候 他就會有機會 沒有一個蒙室 開通一點 還有願意接受到新事物 你會發覺 你身邊我真的很蒙室 講的都不明白的話 你其實也不用怪他 他可能真的是一個底輪人 那底輪人 沒有什麼 他就用心去做事 找食 回來養家 你既然能選擇他 你就接受他 是一個這樣的人 只有 不要嘗試去改變他 好了 我今天只講了底輪 好嗎 我就提醒自己 我下一集要講生殖輪 因為他是一直這樣 旅行上去 但是他的能量 不只是一個方向 他也會上落 OK 那你覺得說 很圓圓圓嗎 然後 我不相信 不要緊 你不相信 我們都一樣 免費幫你做測試 你都照樣可以供上來 如果你想我本人在 即我本人在 你儘量選擇 旁晚時間 可能四點打後 我就會動在這裡 OK 你可以檢查默輪 我可以解釋給你聽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 你是什麼默輪主導 我今天才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 你照樣約我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談 你想蓋什麼項目 都可以 什麼輪主導 應該做什麼行業 或者什麼行業 才真的適合你 或者說 你跟另一半的相處模式 是怎麼樣 你的身體要注意什麼 你人生的課題是什麼 可以在你是什麼默輪的人 這件事去拆解 去講解 尤其這件事去講兩性關係 是講得非常好 很臨利盡子 這件事如果你要做的話 就照樣 即是你約我半個小時 如果少點事情談 如果多點事情談 就約一個小時 如果可以 就給出生時間 因為時間是會有影響的 是的 但如果你說 我真的不知道的話 都查到沒有問題 只不過 未必講到很仔細的意思 OK 這樣就 我們簡單來說 物理的清理就是 橫框四個層面 物理層面 就是地水火風空 五個元素 一起去做的清理 接著情緒層面會有清理 能量層面會有清理 接著去到最後 是靈性層面 那麼每個人都會有身體反應的 我們到現在 我想十個都沒有一個 是說沒有反應的 譬如之前都講過 譬如我們稱太陽倫的話 押 不斷押氣 嘔 胃痛 胃酸倒流 胃臭筋 清理生殖倫呢 我經常想起女生的反應 就是 兒媽可能有很多血塊 很黑的血 但原來 其實我經常都講 我經常都講 男女都會的 肚子 但她未必會痛 只會不斷摸 而且摸出來的東西 很恐怖 好像吃了壞了的東西 清理底倫就是 個人會不安 會焦慮 然後會很不安全感 很不聚財 不知怎樣 而且物理方面 就會周身痛 周身不舒服 周身痛 會被人打了一身 如果清理底倫的話 OK 每一個物理的清理 都會有反應 譬如清理心輪 就是會哭悲傷 因為心輪就是儲存悲傷的地方 如果你儲存太多悲傷在心輪 你的心輪就會 shut down 它一 shut down 想像它是在轉的風扇 它一卡住了 它不產生能量 它沒有供應給你的心經 心包經 肺經 那它怎麼通知你 它會發電郵給你 它WhatsApp跟你說 SMS你 不會的 它就是痛 痛就是讓你知道不通 明白嗎 痛就是不通 不通就是痛 其實就是用這個方法 所以你去做這個心定圖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不是那個系統 OK 那如果你說 譬如我這段時間 肺是否很重要 是很重要 然後身體健康 很怕中這個病毒 你見不見這個 是心這個位置 心肺功能 心輪 有哪一個人 沒有經歷過創傷事件 令你悲傷 而你所有的悲傷 是否都已經 將它所有的能量印記 清出來 還是其實 如果今時今日 我祝你入房 幫你做催眠 你都會去回 當年那個情景 而淚流滿面 其實你就已經知道 那個能量印記還在 它才會保持那個情緒 它一直釋放不了 OK 所以 心輪是大部分 都市人都失的 因為不開心 後輪大家都失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理說不清 因為不想說出來得罪人 不想令人不開心 譬如你沒理由 你老闆罵你 你當年頂他 那你沒了份工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 後輪和心輪這個位置 就會失得最嚴重 大家留意 後輪是藍色 而心輪就是綠色 而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叫做管道 OK 很多時候 這兩個位置 它未必自己獨立有問題 但它通不了上去 是問題 OK 那個能量沒有辦法 貫通到 它自己獨立運作 變成不友善 所以我也有一條 藍綠色的碧西 就是碧西大人 就是疏到這個管道 只藍 我終於買到一條 綠色 我有一大抽 一個很大的薄窩 然後還有藍綠色的 為什麼碧西這麼重要呢 因為碧西其實是邪方精 以及正方精 希望我沒有說錯名字 因為我不太記得中文名字 它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 同時存在的水晶 就是說當你的身體 因為陰性力量 即是媽媽那邊的力量 需要更加多的供給的時候 它會立即去支持那邊 但如果你需要陽光的力量 即是你需要 說起鬧啊 大佬 做事吧 等等 那股力量的時候 它就會供給到那邊 所以陰性和陽性的力量 碧西都可以處理到 就不是那些鄰近地區 那些什麼旺夫 那些延門衰老 什麼富貴 即不是那些老土的概念 以及那些公理的概念 正如很多人說 戴金太貞 戴黃貞 黃財 如果你沒有默倫概念 你真的傻子 走去買了 如果那個是我 太陽倫主導 還要我紫微斗送的命盤 是很金的 是殺破狼 那你想像一下 如果我 太陽倫最100分 還要是殺破狼 戴了一條金太貞 或者黃貞 我一定不招財 是會得罪所有人 我會狂躁 很狂躁 很急 接著 得罪所有的客人 同事 身邊的朋友 全部有獲獲 所以不是每個人 人帶什麼 你帶什麼 除非你說 阿姐 或者阿哥 我大把錢 我所有買了 那你什麼都買了 那你真的可以 每天看心情 我不是看心情的 我直接問我的高 喂 戴哪一條 她說 好吧 但不配襯衣服 她還是沒有反應 可以可以可以 戴吧 所以我會全都放出來 你選吧 OK 所以 我那天有個客人 都有說 她也是太陽倫主導的女生 又是工作能力很強 很厲害 很忙 太陽倫主導的 沒有辦法走下來 即是所謂的辛苦命 即是一路做 一路做 一路做 那些 她也是說 她試過戴根泰精 她說 她是瘋得瘋了 她很瘋 很瘋 然後 鏈直接不見了 因為 真的 喂 我幫不了你 你帶著我 對你沒有好處 我走了 明白嗎 OK 有些事情 你們可能未必知道 我做的 Eric一定知道 每一條水晶 你不用光顧我 我不在乎 其實真的 但你可以帶上來的時候 我幫你檢測她的能量水平是多少 OK 你會看到 見識到 怎樣為自己動 OK 譬如 你檢測了 這一條 Eric很棒 每次檢測她的鏈 能量水平 很恐怖 95、100 沒有一次不是的 然後我就會問她 喂 你對上前餵什麼時候 我剛剛出門口 這些就是不能騙人 是的 然後有些 我檢測出來 能量水平是5 我問她 我問她 你對上一次餵她是什麼時候 什麼叫餵 那你就解釋完了 OK 所以為什麼 你們買過水晶杯的人 即我們那些麥倫水晶杯 就是瓶 其實 我們是一年幫包你做一次清理 而且清理完之後 我再幫你把能量調到100 那你就會發覺 水又開始不同了 又有味道 但我明明沒有打開過 打舞做過什麼 這個就是 我們叫做 Vibrational Energy 是的 其實在西方是很普及 但是香港因為 講白一點 西醫把權 所以很多其他的模式 形式 即是中醫 甚至氣功 針針 都可能會被人覺得是旁門左道 耳端斜雪 這樣 但是如果大家有足夠的人生經驗 是餵得夠的話 你就會發覺 其實多些方法是好的 OK 好嗎 你隨時上來 檢查物論 我們是免費的 而且檢查物論之後 我們還可以做一些肌肉測試 讓你感受到分別 就不只是看數字 自己是感受最準的 OK 好嗎 我今天先講到這裡 接著 有哪個好人 就幫我思考題 好嗎 除了今集 我想到上一集的題目 因為我們正在做送包 送包其實已經準備好了 Erik 我很久沒見過 花水 我會做給你 先講完這句 花水 不是普通花水 是自己蒸餾 然後裡面有蒸油 我沒有隔 通常人們會隔 因為蒸油度辣賣很貴 然後裡面有透明質酸 有保濕因子 上面有玫瑰果油 是維他命C 很豐富的 而花水 我沒有記錯 是六款 六款的功能 都有所不同 這樣用的時候 就不會搖勻它 然後才噴臉 噴的時候 你記得遮住頭髮 因為你的頭是會黏的 是嗎 泡呢 你知不知道 我這段時間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我不會說 我的舖子很靜 就叫你們 不用怕 武漢肺炎病毒 就直接上來找我 說真的 你們要在家裡 保命是應該的 我靜 我就靜一段時間 到病毒 好一點了 第四波過了 平復的時候 你們再上來 再懲罰我 好嗎 好嗎 大家要保命 我這個 充滿愛的 新心靈社區 中心 繼續等大家 大家光臨 我通常四點後 會在店裡 你們可以 上來探望我 吹水 OK 如果需要收費的項目 例如 檢查 默倫 檢查 檢查 清理 每一個項目 都是180 我想清楚一點 因為我不想我同事 每一個都要解釋得很辛苦 OK 今天主要探望了大議論 下一集就講生殖量 下一集就講太陽論 OK 拜拜